有意参选台北市长的作家冯光远 今天在连胜文宣布参选的建成圆环外 和另一位有意参选者顾立雄聪联合召开记者会 成立人权大联盟 共同出席的还有30名律师 准备和连胜文的航空母舰律师团抗衡 在未来的选战当中 替不幸被告的候选人免费打官司 前在连胜文逝施参选的地点 作家冯光远与律师顾立雄 宣布成立人权大联盟 要替独立参选人撑腰 因为连胜文早在去年9月 组成庞大律师团应战 冯光远也号召30位人权律师 义务协助其他候选人 用潜水艇对抗航空母舰 我在马英九上台之后呢 因为一共有十件官司 所以我非常了解 动辄被人家以司法之名去恐吓 去威胁这种让人家觉得不堪的地方 一开始就扬言说呢 他要提出一个具有航空母舰 集班的一个律师 那这样的话 冯哥看不下去啦 他看不下去 那因为他看不下去 我只好跟着他看不下去 两人都有意搅着北市 难道是要结盟打选战 冯光远强调 义务律师团的想法酝酿已久 这回是借重顾立雄的法律专长 时间点就等连胜文宣告参选后 我这次出来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 我们这个团队 我们最大的用意 是要把整个台湾政治的公共性带出来 什么叫公共性呢 就是我们每次选举 总是在吵一些 其实很无聊的事情 那选举的这个议题 到现在发烧 也大概有半年了吧 我们有没有听到 一些比较真正 有感觉的这个议题呢 好像也没有嘛 打出人权对抗权贵 独立参选人选战中抛出话题 就是要让市民看见多元观点 新唐人演的电视 高正轮流资营 台湾台北报导